這次代表的太強了 這種面對打得很容易就抓打 環角球 最後喜歡高柏欽揮棒悟空 漫天的黃色彩帶從天而降 中信兄弟連續第二個半季奪下季冠軍 率先取得季後代門票 中華職棒過去30年 構築有7次由單一球隊包辦上下半季冠軍 兩次單一球季 還有一次是由外卡奪冠 一共有12個球季是由下半季的冠軍隊伍 拿下年度總冠軍 上半季冠軍總共只有8次能夠在冠軍戰中順利封王 如果將好狀況延續到下半季 將會是中信兄弟面臨的最大考驗 對其他三隊來說 下半季是爭搶另一張總冠軍門票的最後機會 無論是過去拿下三連霸的樂天桃園 火力全聯盟最兇猛的統一7-11師隊 還是展開喚血的副方漢將都將捲土重來 以更完整的陣容角度下半季冠軍 沒有人敢保證自己是最後贏家 本週的史貢族爆掛將透過數據 以及四隊總教練球員的觀點 為下半季的戰力狀況欲做分析 投手戰力向來是球隊勝負的關鍵所在 尤其今年上半季受到外界號稱彈力球的影響 打者成績明顯要優於投手數據 在打高投踢的情況下 中信兄弟投手群卻展現了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出色表現 之間反映在實質的戰績上 中信兄弟投手群上半季的團隊防禦率是四隊最低 也是唯一一支防禦率控制在五以下的球隊 先發投手的成績穩定 是戰績長紅的最重要原因 重金禮聘的先發羊頭表現稱職 合力拿下20勝是四隊最佳 當中貢獻最多勝的羊頭德寶拉 開季一度吞下五連敗 但逐漸適應中止的比賽節奏後 吳約後拉出八連勝 成為對上最受信賴的羊頭之一 敏萊達在開季被賦予眾望 雖然上半季僅拿下五勝 但吃局處攻力一流 累積超過80局的投球局處 名列全聯盟第一 有效減少牛棚壓力 已經有三年經驗的來福利 吳約升上一軍後投出六連勝 但是在上半季尾聲 肩膀出現不適的狀況下二軍休養 下半季能否及時回歸 也將影響教練團的佈局 除了羊匠表現亮眼 本土先發黃刺 成績大躍進 上半季僅獨來七勝 戰軍聯王聖猴 防禦雙冠王 但原本也備受期待的 另一位本土輪流先發 去年世界十二強棒球賽中華隊的國手 廖宇忠 上半季表現不如預期 八場先發 緊拿下一勝 防禦率是偏高的7.12 所以想要在下半季繼續維持戰績穩定 第五號先發能否做出貢獻 成為非常重要的關鍵 其實投手的部分恩賜 他就是一直以來 就是佛斯特會照顧好他 至於宇忠的話 我覺得他今年 也不是說投得不好 通常投手這第二年 他去年算是表現很亮眼 那今年難免 有時候第二年會想得比較多 或是比較超之過激 然後在這一方面 急著想要有成績出來 上半季本土先發所獲得的勝場數 最多的是統一和樂天 拿下13勝 接下來依序為富邦9勝 中信兄弟反而僅獲得8勝 是各隊最少 那宇忠的狀況能不能好轉 或是尋找其他合適的先發人選 牽動著中信兄弟的戰績 能否再往上提升 相對於中信本土先發黃恩賜一隻獨秀 王毅正、翁偉軍兩位年齡差距超過一輪的一老一少 雙雙撐起了樂天桃園的輪值先發 上半季兩人都攪出六勝以上成績為全隊最多 其中翁偉軍在桃園主場的出賽成績更是表現完美 六場先發不但六戰全勝 防禦率、被打擊率、美局被上壘率等投球數據 都展現夠水準的壓制能力 這也是翁偉軍順利卡位 被原隊先發輪值的重要原因 現在的感覺是身體的感覺沒有那麼不好 就是可能在跑體能上或是平常的恢復 會比去年來的還要快 可能一個禮拜就丟兩次 然後量的話可能就是慢慢這樣去 可能第一個禮拜七十顆 第二個禮拜就增加到八十 然後九十、一百 現在的話就是你必須做一整年的準備 不是說我今天只有這場比賽丟完就好了 可是後面還有很多場比賽 所以今天可能這樣失敗了 你還是得面對下一場比賽 翁偉軍本季在主場的成績亮眼 但客場表現有待加強 四場先發戰機一勝三敗 防禦率突破二位數 在樂天先發投手群中表現最差 下半季樂天想要在戰機上有所突破 翁偉軍的客場出賽狀況 牽動球隊的成績表現 除了翁偉軍的表現令人印象深刻 老將王毅正戰機穩定 羊頭霸能跟卡本特 共為球隊拿下雙位數勝投 這也是樂天上半季 能一路排名在A段班的重要關鍵 統一上半季羊頭表現一路是四隊最差 五月底前僅貢獻兩勝 六月後表現雖然回穩 但除了表現不理想的洛奇之外 菲爾本、達尼爾 兩位輪值內的先發羊頭 先後因為家庭因素而自行敵隊 指著球團只能緊急尋找其他外援 擬定其他可能的先發人選 先發投手跟外援投手的 取得勝場的機率比較低 目前當然羅里奇是第一號的羊頭 那布雷克也是我們設定下半季的投手 那表定上是 看起來是下半季是來得及 但是這中間的調整跟出賽 我們還沒有辦法掌握他目前的狀況 因為在菲爾本離開跟達尼爾要離開之後 就預想到如果假使我在下半季只有一個羅里奇的話 我必須要四個先發投手 所以在近兩週就陸續安排菲林跟潘維倫已經加入我們的先發行列 就是要準備下半季有任何的一些不穩定性 或者不確定的方向去做準備 那一招速球來了 這個球讓高國會揮空三日出局 菲林瑞陽在上半季尾聲連續兩場先發出賽 角數二連勝 但都只足投五局 用球數分別是88球跟109球 續航力和投球內容都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老將潘維倫7月重版先發後的第一場出賽 角數五局11分的精彩內容 如果狀況持續穩定 他也成為教練團調度上的一名可用之兵 統一面臨羊頭缺陣的問題 富邦漢將的羊頭則飽受傷兵困擾 資深羊頭羅里祭出因為受傷缺陣超過一個月 包林杰更是完全沒有在一軍出賽 雖然還有索莎、虎朵以及陳世鵬 江國豪兩位本土投手不單先發輪值 但壓制力都不如上個球季穩定 這是新任總教練洪宜中 開季所沒料想到的狀況 一開始是大家知道 我們羊匠這一部分就是 一開始沒有準備好 跟我們的預期落差太大了 當我們的三個羊頭 包括吳朵 他狀況也不是那麼的 跟以前是有點差距 SOSA就是今年的成績跟去年 是有點落差 蘿莉在開賽也是傷兵 休息了一個多月 我們在羊匠這一部分 事實上是落後蠻多的 頭手球上面換上了票 請要的林辰晃 投手這一環 有時候是它是一環影響一環 我們先發出了問題 那你先發的投手 局數吃不了多少的話 全部要由中繼投手來扛 那假如你每一天都是這些 中繼投手在扛的話 他次數太頻繁 他一定會出問題 上半季富邦漢 先發投手群 所貢獻的投球局數 與排名領先的中信兄弟 樂天桃園 差了將近30局 牛棚投手所要負擔的任務增加 按照總教練洪宇中的說法 有可能影響到後援表現不理想 樂天桃園後援投手防雨 表現不理想之外 但靠著出色的打擊表現 讓戰績至少能維持穩定 中信兄弟則是展現了超水準的後援戰力 這也成為上半季能順利封王的關鍵之一 蔡奇哲、吳俊偉、李正昌 分別分擔球隊領先時7、8、9局的投球任務 他們是全聯盟最穩定的勝利方程式 但看在總教練邱昌榮眼裡 上半季的表現雖然精彩 但如何應付剩下的六次場 力行賽 以及更高張力的季後賽 是接下來要面對的課題 正昌是一直以來就有經驗 那開季的時候他也是 有一度是稍微調整得比較慢一點 現在是慢慢慢慢 他也覺得慢慢慢慢 稍微調回來了 那俊偉就是經驗 有很好的能力 但是經驗值上面 抗壓性方面就是 有時候會稍嫌不足 那騎哲也是從先發展到終季 這也是他第一年 所以這些投手都還是需要 一段的磨練 所以不是說我們現階段就是 多麼的穩定啊多麼的好 樂天桃園黃子鵬、蘇俊章 雖然上半季一度不穩 但兩個人在六月後的表現 漸入佳境 甘願防禦率都能壓制在四以下的水準 沈宇君也在七月回任終結著 與王月琳把手八九兩局的投手任務 富豹漢家王衛勇上半季出賽次數最多 是主要的牛棚投手 但防禦率突破七 也曾下二軍調整 楊斌與賴紅城在上半季的後段 獲得較多出賽機會 如果狀況維持穩定 是下半季的可用之兵 統一上半季以正軍人 以及黃俊燕為牛棚主力 但是為了避免下半季出現體力下滑的問題 江成峰以及王敬明 將需要適時分攤牛棚的工作 終關上半季 擁有全聯盟最佳投手群的中信兄弟 率先取得半季冠軍 其他三隊若想要在下半季有所突破 投手戰力勢必要重新整頓 四隊目前都在積極物色新揚頭 從前大聯盟選手到十二強國手都名列其中 要以最佳的投手戰力迎接下半季 希望能在上下一期總冠軍的門票爭奪戰中 拿下優勢